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 一水雪山跟钓鱼岛的 12月7号将会打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是 雪山那边哪下 后期五穷大就跟搞批发一样 一直处 那确实是受不了 那关销房这边上的就是一个 盘斯武装 咒识不得家魔王看了一把笼阵 那对面上的是一个盘斯武装双魔王 大刻了关销房笼阵 10%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双魔王还是那个几率的问题 当然这就是策划 既然出了这么个东西 所以这个几率高低 就没什么可谈的 就是连好连坏的问题 运气这个东西说不准 有罗汉 有罗汉 扛得住 哎呦 对面这个金钦可太舒服了 截掉了所有的紧箍咒 四千二 这就看谁能先打出一个尸体点 有的尸体点双方慢慢才能去撕开口子 进一步去拓开自己的一个场面 不然的话 干巴巴打面伤的话 切得大呢 杀力屁啊 现在玩宙师这套阵物 杀力屁是匹配的 而且还不少 估计我们一个人 怎么着也得带个两个吧 杀力屁很多 其实一个人带一个就够 用不着两个 也没那么多战敌啊 你又得战敌给杀力屁 还想留战敌给地厅 要那么多杀力屁 没用 一人带一个 足矣 至于魔王的话 那就是拼运气了 就看啥时候出过无穷大 然后呢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人家双魔王概率更高一些嘛 就过来跟你拼概率了 咱们之前见过 那种满血的武装 满血的化身色 直接一个无穷大 给你描色 这场观察方这边 暂时有医素啊 所以遇到这边 打的会顺畅一些 秘传有没有 没有 哦 被杀走时 梦幻这个概率你说不好 你就比如说高臂和低臂 那高臂比低臂就翻了倍了 就是他的二倍几率 但实际上看出的效果 我感觉 两倍都多吧 就那高臂的效果 两倍都多 还有就是连击 高连击比低连击是多了 百分之十的概率 但是触发的几率 可远远不止多出那百分之十 梦幻人家这次出这个无穷大 告诉你是跟自己的法商 和对面的当前血量有关系 触发概率 但是他又没明确告诉你 这个概率是多少 这个东西你就不太好搞 这个东西就不太好搞 不告诉你 那你说那满血被秒死的 又怎么说 那这些乾坤 明知说啊 双方还是继续抢速度 没有实体单位啊 就各这耗 对面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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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魔王这种阵容 现在就是等 以他们现在豪门的法防 法防 你纯靠伤害 要把一个团队退出去 有点难 没那么容易的 一定是拼这个几率 去突破防守 那一千五一千四 但你不能双方 谁也控不住 谁的愤怒 那就白玩了 那金青罗汉随便放 你怎么打 金箍咒 接着套起来 金青 你看人家顶着罗汉 放着金青 你这愤怒控不住 这不白玩吗 这套阵容 很真实 想放罗汉放罗汉 想放金青放金青 一把金青下来 咒势不多 前边三四回合的努力 都白费了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又一把罗汉接上了 确实控罗汉 是一个比较细致的操作 咱们就说起来 咱们因为咱们是观众 咱们说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他们 确实 控起来比较困难吧 宝格的愤怒 确实控的好 这个东西 你不得不承认 宝格曲腐 控的都特别的好 但是宝格 还要比曲腐更好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 宝格他在玩一些双法戏 今年年初的时候 宝格玩双法戏 对吧 效果也不错 宝格后边玩这个宙师不多的 效果也不错 就是因为人家不能控的好呀 双法戏需要控对手的罗汉 玩宙师需要控对手的金青 现在有这么个魔王 罗汉也得控 就罗汉金青都得控 但你如果一个都控不住 那这 太难了呀 对面魔王秘船子cd到了 关家皇也是一把金青 诶 没放罗汉吗 选择 上一回和罗汉没罗出来 这一回和你放金青 你不罗的呀 秘船 齐浅 好疼啊 后排 得 直接打开局面了 这么一个残血 你不罗的 你不罗的 你精青 不罗汉 无魂人给化身色 静疗给上宙师 对那方靠伤害就打开了 啊 赶紧笑啊 赶紧笑脸 1800 周氏 不得到地 对两方率先打开突破口 而这一次 就是单纯的靠伤害打开 不是无情大 就是伤害 那后续就是一个手势的问题了 哎呦 盘斯刚才为什么不起罗汉 因为前一个回合 前一个回合化身色的罗汉是被效忠了 他没放出来 但后一个回合 你盘斯竟然手里有愤怒 对吧 优先级 面对双魔王的优先级 肯定还是罗汉 那现在观众方化身色 总算是把这把罗汉给盖出来 没没罗汉 不可能吧 他们这些 逃门 罗汉精卿 上端的罗汉精卿 一定是必备的呀 缺一不可 尤其是现在魔王这么强势的条件之下 你不带罗汉 你不跟闹着玩一样 来紧箍咒 继续挂一挂 对面秘传的C里又到了 除了这个咒识普多 其他人用的血量 都还是蛮多的 踢活 保咒识 咒识 继续挂紧箍咒 给对面压力 秘传的C里到了 选择了普通的飞沙走石 幻家房 秘传 四千五千 也很疼 战地加起 要搞四千了 哎呦 活出来了 那这样 观察红这边也算是暂时稳下来 咒识不得 血量也恢复过来了 罗汉也踩着了 沙利皮也没劈掉 观察红这边的武装怪 没有任何的问题 稳得住 稳得住 剩下的就是一个运气了 你如果人家密传 实在把你秒死 那也没招 那你也没招 两个密传 哎可以啊 一个也没有错 化身死 手里 还有一点灵远 可以群推一口 那整体血量就都上去了 也不着急吧 对战方武装怪 毕竟被控着 观察红这边也不着急 继续盖上罗汉 那对面武装怪被封的时候 化身死是不用着急去 灵远退的 能活还是多活一口 对能活就多活一口 如果对战方武装能动的时候 你化身死 再去灵远退 那样性价比更高一些 对战方武装的 继续效力藏刀 紧轻又放出来了 进了解掉 紧箍咒解掉 观察光这边 还是没有打开对面的口子 就想点摸一直点不死 这回合你看被武装官套中了以后 化身死再宁愿推 就当对面武装能动的时候 你再宁愿推 其实这都是一些公式 有点类似于上学时候 学数学套公式 迷船 老门的指挥 就套公式的这一套 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已经是 可能 可能是太 已经非常熟练了吧 应该是肌肉记忆了 其实他们真正的差别 就在于那个临场的化会 就有什么突发状况了 或者是需要什么 特殊思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他们 不一样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会显示出差距 第5号 灭船 还行 药品消耗双方都差不多 就关家风这边 咒识不多的节奏不太好 全程一直一般般吧 苍茫树 突然要清宝宝 还清掉了可以 小心场上的沙利P 因为现在沙利P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为了配合 这么一个宙师不多的阵容 大家都会准备一些沙利P 继续骑牛进 二十四伙和又有一点心灵源 化生死被套武装被人落 发扯泥 关家风这边又得灵源推了 进了给上 没给到 又得灵源推雪了 灵源推口 两个魔王起牛进 关家风暂时有一个缓和的时间 这个魔王他不起牛进不行的 他一定得起牛进 没了就起 没了就起 诶不起了 不起你可是 哦呦呦呦呦 三千四千 不起牛进 还杠 是不是 他的那个筋脉大招是跟牛进挂钩的 被动 那个筋脉大招是一个被动技能 你不起牛进就没有意义 就相当于是没有筋脉大招 对面又是一把金轻 把所有紧箍手又截掉 呃 周时不得前面的努力又白费了 可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 消耗一下愤怒吧 啊 气血方面 其实对面负担不重的啊 两个无魂 舔了一个 另外一个出宝宝 那观众方这边又换下来了 啊 又换下来了 但在这几回合之间 观众方的药品消耗就大了 再回一口 换过来了 再控魔王封进去 哎 紧箍咒接着给你挂 再来啊 重新再来 两个魔王切他 对面两个魔王已经是放缓了自己进攻的一个节奏 队长风不着急啊 队长风场面上人家现在有优势 人家手里现在有速度有大可 对面肯定不着急啊 着急的是观众方 随着比赛的推移 指不定啥时候就出无穷大 比赛打的时间越长 这出无穷大可能就会约多呀 两个牛锦还是走起了 对面两个魔王已经是连续三回合没有去秒了 卡上回来回速啊 观众方这边也是在不断的抢速度 给两个魔王同时加上这样令奇想的观众方 梅罗汉啊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法温侠没人中 一把战敌 搞偷袭 看看是前排的魔王 不是要搞武装 后来想保护 要搞武装冠 利品 这不至于的呀 亲个先例孩子 大费周章 我以为你要搞武装呢 这样令奇再给这个宝宝补上 这宝宝资源可吃了不少了 罗汉继续干一干 有魔帝 琴三迭 有琴三迭 冠战皇武装冠就死了 丽皮针对后排魔王 你刚才批个人多好呀 取秒的 这宝宝飞掉 鬼魂的 魔有琴音 取秒 但是有善恶 还是把冠战皇武装冠给捶死了 遇到还是不好的 现在是有罗汉都不好打 对面也是优先选择了 罗汉 那就是魔王有金钦呗 那就是魔王有金钦 有金钦 因为对面的优先级是金钦 然后是罗汉 观战皇这边的优先级是罗汉 然后是金钦 那一把金钦又放出来 观战皇咒势不多 刚才的努力就又百倍了 又百倍了 反笑 观战皇这边团死了奋怒 再来一把效力藏刀 不想给观战皇下一把罗汉了 武装冠是一个尸体单位 不用管 这把罗汉是化生死 接出来的 不用管 武装又没了 打到现在遇到这边 就有点凶多吉少 要不然就是拼魔王的几率 但这个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是你说出就出的 对面有大克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无穷大 那个伤害也够观战皇吃一壶的 迷船 没有出 再来一个 魔王被秒死了 又是两个尸体点 现在与鱼岛这边的药品 你再想把这两个单位救起来 就有点困难 最近几天鱼岛一直在玩 宙斯普特这套阵路 也是一直在尝试 但胜率一直不高 就见会 因为我天天做鱼岛的比赛 但这胜率 咱们只能从胜率方面 却考量这个东西 确实是胜率不高 又是一把金钦 金箍咒又全部结束 观战皇一被压着的话 他这个控分路就不好控了呀 或者是说压根就控不住了 前期 前期人家没被压的时候 其实你也控不住 前期 也控不住 中一个五魂 再倒地 药不多了 没啥药的 土多山这边也就剩下两个药 化身子也就剩下四个药 这两个点的药 消耗太近 对象风的药其实也不多了 但观战皇已经给不到对面压力了 对面的药消耗也不行 清新咒 爆一下 再换须迷 武装接着倒地 对象风再来一把笑脸 惊情 战敌 加起来 也没啥用啊 你就把对面化身子批死了 好像也不解决任何的问题 没有意义 对象风的人 你随便劈死一个都行 已经不影响战局了 哎呦 对面人家还贴了一下保护 这宝宝 加上魔王全部被劈死 一个秘传 没有用啊 无非是让观战风多活 那么一两个回合而已 天地同手给魔王打上 这场都还好 运气成分不是很大 对象风纯粹就是靠着双魔王 一个大刻的伤害 把观战风秒出去 就出了一个无穷的 那就把观战风这个残血魔王给秒死了 就那么一个无穷的 当时已经被影响战局了 已经是被影响战局 别的倒还好 观战风换血迷啊 也是放弃了这场比赛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对面后排的魔王 是葡萄山的魔王 一路向西 跑了 最后还盖个罗汉 过分 三妹真火 六千九 法伤也不低的 拜拜